是《夺宝骑兵》系列电影第三部之《圣诞骑兵》 导演斯皮尔伯格在自己指导的《夺宝》系列中 最喜欢的就是这部 《圣诞骑兵》于第二部时隔五年上映 六千多万美元的投资 最终票房达到了4.74亿美元 很多看过《夺宝》系列电影的影迷都认为 第三部是最精彩的一部 琼斯博士的父亲失踪了 他此前一直在研究圣杯的秘密 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过的杯子 后来又用他盛放过耶稣的鲜血 引用圣杯中的水便可以获得长生不老的力量 老琼斯失踪前曾给琼斯寄过一个包裹 里面是他寻找圣杯的日记 上面都是关于圣杯的线索 那是他一生的心血 最后的线索是威尼斯 琼斯和同伴老马一路辗转来到威尼斯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美女博士艾莎 他之前曾写入过老琼斯做研究 而老琼斯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图书馆 只留下了一组罗马数字 琼斯根据父亲留下的线索 明白找到圣杯的关键 应该就在这个图书馆内 通过罗马数字标记 他很快决定了入口 砸开地板 琼斯和艾莎进入地道一探究竟 原来地道与下水道相通 水面上都是石油 而老鼠也是遍地成群 强人的恶心沿着通道前行 他们发现了几个棺果 在其中一个棺果中 一块盾牌同见天日 上面记载着完整的圣杯信息 忘风的老马此时被人打昏了 几个小红帽尾随而来 他们点燃了石油 大火沿着通道迅速蔓延 琼斯二人躲进棺果下面 避开了大火 并通过下水道逃离 小红帽一伙人追出图书馆 琼斯二人只能继续奔逃 并与小红帽一伙人 展开一场快艇追逐大战 琼斯抓住了小红帽头目 得知对方是一个神秘组织兄弟会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圣杯秘密 小头目还告诉了琼斯父亲的下落 琼斯和艾莎前往寻找父亲 混入古堡的二人发现 原来这里是德国纳粹的一个秘密基地 琼斯很快就找到了父亲 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被冲进来的士兵抓住 琼斯夺枪大开杀戒 带着父亲去找艾莎 他不顾父亲的警告 想救艾莎 可最终知道的身相 原来艾莎也是个纳粹 日记本也被抢走了 父子二人终于知道了幕后黑手 原来就是先后找过父子两的曹洛文 他们打算烧断绳子逃走 不曾想打火机点燃了地毯 整个房间都烧着了 急于逃走的二人 手毛脚乱一番折腾后 终于骑上了摩托车 逃出古堡 德军士兵在二人后面紧追不舍 琼斯沉着应对 两个漂亮的连杀后 顺利摆脱了追捕 在一处十字路口 琼斯最终听从父亲的想法 前往柏林夺回日记 深夜的柏林 拉粹正在举行一场疯狂的焚书仪式 假扮成军官的琼斯 顺利找到了艾莎 并拿回了日记 琼斯和父亲准备离去 一群狂热的民众 拥上前找元首签名 反而将他俩 推到了希特勒面前 目瞪口呆的琼斯 手拿日记本 站在希特勒面前不知所措 希特勒二话不说 拿过日记本 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天亮了 琼斯和父亲打算乘坐飞艇 离开德国 但纳粹正在搜捕他们 情急之下 琼斯只好假扮捡票员 以无票的名义 将纳粹军官扔下飞艇 飞艇上父子俩一同研究 顺碑线索 琼斯发现飞艇掉头 开始回转 只好带着父亲 见飞艇下方的滑翔机逃走 但后面已经发现了 德军战斗机追来 老琼斯架起机枪扫射 没有打中德军飞机 倒是先把自己的飞机 尾翼打烂了 琼斯只能紧急迫降 二人抢了一辆汽车 继续奔逃 一架战斗机 在追逐汽车时 撞入山洞爆炸 而另一架战斗机 在前方挡住了去路 老琼斯用雨伞 驱赶海边的飞鸟 最终将战斗机撞毁 琼斯几人追上德国人的寻宝队伍 在一个峡谷中 兄弟会小红帽袭击了德国人 一番激战 小红帽不是德国人的对手 连小红帽头目也中战身亡 混乱中 老琼斯钻进坦克去救老马 不想自己再次被抓住 琼斯抢夺到马皮 但后面坦克和车队已经追来 面对强大的火力攻击 琼斯只能四处躲避 找准时机 琼斯飞身跃上坦克 想要营救老琼斯 陷入了危险 老琼斯和老马在坦克里 也逮着机会开始反抗 紧急关头 子弹无意间打中了驾驶员 坦克最后一瞬转向 救了琼斯一命 琼斯将父亲和老马拉出来 没想纳粹军官仍然纠缠不放 老琼斯被困坦克履带上 琼斯救下父亲的最后一刻 他也和纳粹一同落下悬崖 老琼斯以为自己失去了儿子 正在满怀悲伤的时候 琼斯却从另外一边爬了上来 发现儿子没有死 老琼斯终于忍不住真情流露 琼斯疫情终于来到了圣碑所在地 陶诺文和艾莎一伙 正在想办法破解难题 这里机关重重 上前探路的人 无人能够生还 琼斯四人被士兵发现 带到了陶诺文面前 为了逼迫琼斯给他们带路 陶诺文既然开枪 打伤了老琼斯 如果无法找到圣碑 老琼斯必死无疑 为了救回父亲 琼斯只能冒险踏上机关 第一道关口 日记上记载 只有忏悔的人才能通过 琼斯在机关启动的那一刻 跪了下来 果然顺利通关 第二关 要跟着上帝的脚步才能通过 他想到了上帝的名字 耶和华 但第一个字母 他一脚踩上去 却差点摔进机关 这时琼斯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拉丁语的顺序 他这次成功的通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是上帝的道路 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 并没有道路 跳上去更不可能 琼斯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闭上眼睛 一脚就向虚空踩去 但却站在了高空 原来虚空之间有座桥 但从正面视角根本看不见 其实就是视觉错位 顺利通过三关 琼斯进入对面的山洞 一个年老的骑士 守护着圣杯 琼斯听了老骑士的自我介绍 原来他已经守护了圣杯 700多年 这时陶诺文和艾莎 已经跟入了山洞 在一排各式各样的杯子面前 陶诺文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 艾莎自告费用 帮他选了一个 陶诺文没有任何怀疑 用这个圣杯摇起水就喝 仅仅片刻功夫 陶诺文身体迅速开始老化 直到变成一巨骷髅 倒地后变得粉碎 随分飘散 琼斯知道所谓的圣杯 是木匠使用的杯子 他毫不犹豫拿起一个墓杯 并且亲自测试 果然没错 但老骑士告诉他 圣杯不可越过分印 那是唯一的禁忌 也是长生不老的代价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选对了圣杯 如果你离开这里 也不会长生不老 琼斯给父亲喂下圣水 并用圣水浇在伤口上 奇迹发生了 老琼斯的御伤口 立即愈合 人也恢复了意识 贪心的艾莎 看到眼前这一幕 企图拿走圣杯 琼斯警告他 千万别过分印 但为时已晚 整个山洞里 开始地动山摇 地面裂开后 圣杯和艾莎 也掉了下去 想要拿到圣杯的艾莎 不听琼斯劝阻 手终于滑脱掉进了深渊 琼斯也差点重蹈覆辙 但最终放弃了圣杯 故事到这儿 也就差不多了 喜欢007电影的人 一定都看出来了 老琼斯的扮演者 正是第一任 007扮演者 肖恩康纳利 而寻宝和父子感情线 始终贯穿着整部影片 最后再给大家 安利一个猛料 片中琼斯父子的对白 据说稿费高达12万美元 影片上映后 作者又得到了 100万美元的费用